伯多禄后书第三章 亲爱的诸位,这也是我给你们写的第二封信。 在这两封信中,我都用提醒的话来鼓励你们应有赤诚的心, 叫你们想起圣先知们以前说过的话, 以及你们的宗徒们传授的主和救世者的诫命。 首先,你们该知道,在末日要出现一些爱嘲笑戏弄, 按照自己的私欲生活的人。 他们说,哪里有他所应许的来临? 因为自从我们的父老长年以来, 一切照旧存在,全如创造之初一样。 他们故意忘记了,在太苦之时, 因天主的话就有了天, 也有了由水中出现并在水中而存在的地, 又因天主的话和水, 当时的世界为水所淹没而消灭了。 甚至连现有的天地还是因天主的话得以保存, 只存到审判及恶人丧亡的日子被火焚烧。 亲爱的诸位, 唯有这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在天主前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绝不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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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所有的工程也都要被焚毁 这一切既然都要这样消失 那么你们应该怎样以圣洁和前进的态度生活 以等候并催促天主日子的来临 在这日子上 天要为火所焚毁 所有的原质也要因烈火而融化 可是我们却按照他的应许 等候正义常住在其中的新天新地 为此亲爱的诸位 你们既然等候这一切 就应该勉励 使他见到你们没有玷污 没有瑕疵 安然无惧 并应以我们主的容忍 当作得救的机会 这也是我们可爱的弟兄宝露 本着赐予他的智慧 曾给你们写过的 也正如他在谈论这些事实 在一切书信内所写过的 在这些书信内 有些难懂的地方 不学无术和站立不稳的人 便加以曲解 一如曲解其他经典一样 而自屈丧亡 所以亲爱的诸位 你们既预先知道了这些事 就应该提防 免得为不法之徒的错谬所诱惑 而由自己的坚固立场跌下来 你们却要在恩宠 即认识我们的主 和救世者耶稣基督上 渐渐增长 愿光荣归于他 从如今直到永远之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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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